西九文化区M家博物馆将在星期五开网 前任期接受预约免费参观 但是全日不同时段都网络栽生 都说已经更换新登记系统 预约服务会恢复正常 直至昨天下周五点 有32,000人成功预约头两星期的入场和开幕节目名颜 M家博物馆预约网站显示 换了一间网络服务承办商 我们自过预约过程顺畅 先选择预约日期、入场时段 每人预约的名额由之前只有一个改为四个 方便结伴同行 之后填写名、手提电话号码、电邮之后就成功预约 市民到时需要在预约时间起两个小时内入场 可以逗留到闭馆 M家博物馆星期五开放预约 但网站在不同时段都未能登入或显示繁忙 博物馆解释是因为反应踴躍 网信系统不升负荷 已经转换新平台 之前已经成功预约的访客 无需重新登记 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说 对于一个世界级博物馆 预约系统出现问题 十分不理想 认为是准备不够周全 预计的时候可能低估了市民的反应 可能要预计得比较宽松一点 或者预计到可能最差的情况 可能最多是排队 都不应该是侍服器会down 透过去找一些可能第三方的服务 或者一些我们叫做排队 可能一些网络的一些梳流的服务 其实都可以去帮到去解决这些问题 市民可以预约开幕之后 头两个星期 即是今个月12日至28日的入场时段 博物馆逢星期一休管 星期二至四周末和公众假期 每日朝10晚6日开放 星期五延长到晚上10点钟闭管 无线电视记者善事报导 警方在牛头角接获一架私家车 涉嫌狂乱及无牌驾驶 在车上检获华尔毒品 27岁的男司机被捕 现场是联安街近市政街市 私家车在路中心被折停 司机在警车上协助调查 接近午夜12点 警车在牛头角上穿巡落 发现一架私家车为例掉头 无案警员指示停下并洗走 警车追战 私家车驶至联安街停下 司机逃走之后被制奉 警员在车上检获小量怀疑冰冻 警方亦发现司机之前牵涉四项交通罪行 被法庭通缉 政府早前放宽表演场地的入座人数 到上限八成半 有主办演唱会的娱乐娱乐公司表示 但靠出售有限的实体门票 很难收回成本和回应市场需求 需要推出网络门票 今天两天我已经拿了批证了 两天放假 我就是来追星 布布是家庭主婦 这两晚他特意和家人拿了假 约十几个歌迷朋友来看演唱会 疫情放缓 政府早前放宽表演场地的入座人数 去到八成半 不少音乐会都恢复举行 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主办方要预留时间 提早安排观众排队入场 主办这个音乐会的娱乐公司说 单靠售出有限的实体门票 难以收回成本 所以加推网络门票 透过实时网上直播演唱会 被买不到票和身处海外的观众 隔空欣赏演出 Bobo等了接近一年 终于可以和一大群歌迷 看偶像的现场演出 他们都计划好一年两晚全力应援 有些粉丝连续看两晚 今晚就不走 会在旁边的酒店租一晚 可以明天再来看多一次 这场音乐会的网络票 要价238元 比实体门票平近四成 主办单位的发言人说 以这个认识举办音乐会 要确保网络流畅稳定 能够提供高质素的升华效果 不过利润亦较高 相信会是表演业界未来的新趋势 又希望政府视乎疫情 逐步放荒表演场地的入座人数 以满足市场需求 无线电视记者林可欣报道 关于我们上星期 有一个视频的交流会 跟内地的卫健委的同事 大家一起交流我们的防疫抗疫的措施 较早前我们回归了一些资料 他们如果有些问题 我们又再大家解答 还有是沟通 也都是在健康码的建设上面 也都是作了一个商讨 我想主要都是讲回我们 这两方面的工作 当然我们在第一次回归 其实都会有较多的多项的一些措施 无论是外防输入 以至内防扩散的不同的措施 大家都是交流了经验 内地也都分享了他们的做法 或者他们有一些新的安排 大家都留意到 现在当我们香港已经是清零和稳定 其实我想外防输入 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环来的 所以大家留意到 我们在最近都是加强了 我们外防输入的不同的措施 例如我们是在市民 对不起 是在这个机场里面的人员 那个检测的频次加密了 也都是大幅去减了一些豁免的人士等等 内防扩散当然也是重要的 就是万一我们真的有个案的时候 我们怎样能够去用我们的努力 去处理到这些个案也都重要 所以无论是安心出行的更加广泛的使用 以及我们对于一些密切接触者 他们的安排甚至乎是密切接触者的一些安排 都会是更加严谨 才可以维持到清零 以及如果有一天能够通关的时候 是可以不会为内地带来额外的风险 你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安心出行 是吗 是安心出行 在街市那里 其实我们都是留意到当我们更加广泛地使用安心出行 就是说有更多处所是用安心出行的时候 这个是我留意到可能初期的时候 大家是要一些时间去适应的 如果在街市来说 食環处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方面就是尽量去张贴多一些的这些二维码 令到大家尽量可以不用排队 或者不用堆在一起 第二就是调派人手 去增加人手去协助 在这里想着去扫这个安心出行的市民 第三他们都有跟商户沟通的 也都是发了信给他们 告知他们整体的安排 也都是希望大家合作 和去理解 那来着的时间 食環处都会是他们的区的总监 都会在不同的街市那里去看一看 怎样可以协助市民 令到那个适应会更加快和更加长顺 本港和内地正是推进通关工作 有份出席上星期二两地专家视像会议的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子说 会面顺利和有建设性 会继续和内地专家交流意见 内地专家日后也都有机会来港视察 本港的防疫措施 无论对我们自己的疫情防控的方向 以至到我们在香港 现在已经是清零 但我们怎样 未来都是要维持清零 还有如果将来真是通关 我们是怎样可以呢 是不会额外 就是为内地带来风险 我想在这些整体的情况 以至到是去令到我们用什么措施 去达致这些目的 我们大家都是有很多共识的 可能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现在的疫情这么好 或者是这么稳定 还在收紧呢 为什么不是应该要放松呢 其实我们一定是不能够放松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选择了 我们是以清零为目标 内地昨日新增74宗新冠病毒确诊 本土病例占50宗 其中河北21宗 辽宁9宗 黑龙江6宗 而四川、河南、云南、甘肃 江西和宁夏都有个案 境外输入病例有24宗 累计确诊97,000多宗 香港累计12,367宗 政府陷下大部分场所 包括医管局、医院、食环、住家市等 需要素描安心出行 对于有規评说安排为长者带来不便 社会局局长陈兆史说 政府会尽最大努力解决 相信市民在一段时间后会适应 我们平衡整体的一些小小的不便 还是我们希望全香港 大家都安全安心 其实我们都会尽我们最大努力 去保护市民 我相信这个都是市民的期望 至于有一些不便 我们都会尽我们最大努力 怎样去减低 我觉得市民是要一些时间的 例如无论我们的检测 我们的打疫苗 我们的最初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有很多问题 但是慢慢慢慢 现在大家都接受 希望我们的其他的防疫抗疫措施 大家都从一个这样的方向 因为这样才能够令到我们 是可以持续清零的